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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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号模式完全是自愿参与 要玩要跳过舟水里 完成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什么 这样子喔 这样子喔 那我这边先尝试几个 如果 就是 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想要看我有 怎么样的一个别的尝试 不想要自己去玩的人 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留言 跟我说你想要 怎么样的一个组合 那我之后 会在 隔一天之后 如果有的话 我就会再拍下一部影片 就是 测试大家 希望看到的一个组合 那 如果现在讨论也都欢迎留言 在影片下方 那我们就准备 我先玩个几个好了 例如 我不要模仿猫的话 谁会赢啊 居然是牛蚊抽吗 不是 宽容的模仿咪 如果更多饭抽 降低一下奖励 降低一下奖励 不要一次动一个就好 我先降低奖励看看 降低奖励的话 哎呀 黑到底还是获胜 哎呀 这个调人数好像不是很好调 哎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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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知道在调什么 重拍看看 哦 好可以 降低一点报酬 哎呀 降低一点报酬 在有犯错的情况下 牛蚊抽马会 统治世界 哎呀 如果完全没有报酬就不行了 如果反眼素下降呢 如果反眼素下降也会被黑到底统治 啊不是啦 我弄错那个soy了 我弄错了 反眼素下降好像只是 速度比较慢而已 并不会太严重的改变结果 一只花色的蚊仔 真的不会消失耶 而且还变多了 原来这几个组成里面全部都是 合作合作 没有被骗就合作到底 除了模仿猫在 出意外的时候会 变成欺骗模式之外 如果反眼超快呢 反眼超快 模仿猫一周 超快统治世界 这个好像比较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走五十步看看 今天除了很多次 对它们越有力 如果猴座少 但是收益少 但是接触够多 欸就会变模仿猫欸 收益高一点就是模仿 迷收益低一点就是模仿猫 那 十步 这样应该是黑到底吧 欸 哦 牛丸葱 在有失误的情况下 十五步就会变成 模仿猫 模仿咪 二十步模仿咪又不见了 变模仿猫 天下了 不犯错的走二十步 应该是模仿猫吧 牛丸葱还在欸 報酬不夠的情況下 牛丸蔥 就好像在部分時候 比模仿冒還有力啊 所以合作的時候 兩邊的報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我的測試差不多就到這裡 那我們就來看結論吧 博弈論告訴我們 要發展信任 需要掌握的三件事 1. 重複的互動 信任是保持人際關係 長久的機師 但建立信任的前提 是知道彼此會有重複的互動 2. 雙贏並非不可能 你必須要進行零和遊戲 這樣的博弈 並不保證兩個玩家 都會變得更好 達到雙贏 但至少必須要有 達成雙贏的可能性 3. 低機率的誤解 3. 低機率的誤解 如果誤解發生過多 信任就會瓦解 然後如果有一點點誤解的時候 它將使寬容蔓延開來 所以應該要寬容一點 然後 不要傻傻的當紅鷹仔 當模仿咪是最好的 可以擴展信任 當然現實世界裡的信任 會受到更多因素的影響 比如名譽 共同的價值觀 合約 文化傳統等等 不過別忘了 最重要的教訓 如果要從博弈論浩瀚的海洋裡面 選出一枚最閃亮的珍寶 為我們所用 那就是這個 遊戲是什麼 直接決定了玩家做什麼 我們今天的問題 不僅僅是人們正在失去信任 而是我們的環境正在違背信任演化的規律 我們僅僅是我們周遭環境的產物 這個觀念看起來 可能有點犬儒 或者天真無限 但是博弈論也提醒著 我們就是彼此的環境啊 短期來講 遊戲決定玩家 但是長期來講 決定遊戲的 正是我們這些玩家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行動起來 做你利能所及的 去創造一個可以信任的 可以讓新人演化的條件 建立人際關係 努力尋求雙贏 溝通盡量清晰 或許到那個時候 我們能夠停止向對方開火 走出各自的戰壕 穿過戰爭的無人地帶 來到彼此面前 戶外寬容 與人相處之美 敵對的戰壕聖誕修戰 插圖有... 這個提供 看這是什麼 製作者 來... T... Cast 這邊可以去玩啊 其他作品 關注推特 下載音樂和原馬 翻譯是... 烏桐唐鳳 改編自羅伯特 艾瑟羅德 1984年 著 合作的進化 我來閱讀一下註解好了 西南的演化 這份互動之影 是正基於羅伯特 阿克賽爾羅 1984年出版的 合作的進化而成 同時 維爾深授1997年 續集合作的複雜性 和羅伯特D 帕特南200 2000年 所出版 獨自拿保齡球 關於美國社會資本衰弱 這兩本書的啟發 沒錯 我是個小書呆 拜託不要欺負我 越來越少人說 他們信任彼此 如果想全面 了解統計的數據 可以參考 用資料理解我們的世界 恩恩 同計 遊戲中的信任 這個遊戲 也是我們所知道的 博弈理論裡 惡名著張的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我聽過耶 囚徒困境 原自於一個故事 故事中 兩位對立的嫌犯 都快選擇提供 選擇供出他們的犯罪夥伴 欺騙 或是保持沉默 合作 我選擇不用這個故事 理由是 一 在這個範例 兩位嫌犯的合作 將對這個社會不利 另外 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告密不會有好下場 你不會提前知道 何時是最後一局 前面有說不知道 第幾局會結束 再重複的新人遊戲 也被稱為迭代的囚徒困境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玩家永遠不知道 何時是最後一局 為何 試著想想 在最後一局 兩位玩家將知道 他們的行動是不會有任何後果 所以他們就可以騙對方 但 這意味著在倒數第二局 他們的行動無法改變下一局 所以他們會繼續欺騙彼此 喔 所以才不可以知道最後一局 不然最後一局騙他就好了 模仿貓 在博弈理論裡 這個策略通常 稱為以牙還牙 他在1980年 羅伯特阿克賽爾羅的博伊論賽場裡 由數學家阿納托拉普伯特提出 我沒有使用以牙還牙這個名稱的理由 依一判定起來 像是baby的 儘管它其實是善良公平的策略 同時以牙還牙相當有名 假如我使用這個名稱 玩家也許會把賭注放在這個角色上 因為他們已經聽過以牙還牙了 你可能會有點懷疑我開頭講的 戰壕里聖誕節休戰的故事 這個我不會懷疑 這個故事我知道 一位德國的下司漾爾的表示 是在戰時不是應該發生的 難道沒有一次德國軍人的榮譽感嗎 正外人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夠扯 文明的演化 我真的非常興奮 這裡有個全新 而且非常年輕的跨領域科學 被稱為Cultural Evolution 固然這並非一個好的名稱 尤其聽起來會非常相似於社會達爾文主義 讓人很不舒服 但我保證這不是同一件事 打勾勾 Cultural Evolution 理論中一個核心部分是 文化演化與生活方式相同 通過變化和選擇 變化 人們的信仰與行為 會有所不同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發現 選擇人們試圖模仿他們的英雄與長輩 並且接待他們的信仰、行為 背注這裡不是理查道金斯的魔音理論 魔音暗示文化或相機一般 想法會以獨立方式複製 但與人先保持高的相似度 但這顯然這並非事實 而且這年頭很難一本正經的講出 魔音這個字 所以隨便拿 這個理論不曉得跟刺客教條有沒有關係 文化、記憶這些會被基因傳輸 我認為Cultural Evolution很有希望的原因是 它可以整合做人類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 人類學、政治學、神經學、生物學 要解決當代最重要的問題 不可能依靠傳統學術所立下的界線 所以建立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共同語言 現在正是時候 假如你想學習更多關於Cultural Evolution理論 我高度推薦這一位在2015年發表的我們成功的秘密 跨領域 感覺還不錯喔 跟不同領域的人溝通 黑到底 嘗試做點知福的滋味 也許你聽過某些人發現 一個可以利用演化的玩家策略 引述科學人 Press & Dyson 的結果顯示 最好的策略是自私剝削而非合作 Press & Dyson 的發現是非常重要的 但科學人混淆了演化一詞兩種不同的用途 第一種用途也就是 這份互動指南使用的方式 意味著競賽的成員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第二種用途 P&D 的意思 是特定玩家的規則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舉例來說 福爾摩星兒會演進 因為他們會改變自己的規則 而模仿娃不會演進 因為他們會保持相同的原則 所以P&D 發現 可以利用像福爾摩星兒這樣 演進式玩家的策略 但他們的策略仍然無法利用 競賽進行演化 因為長期下來 公平善良的策略 人就會勝利 原來如此 聰明的福爾摩星兒 最後還是不能得利 所以應該要維持一個 應該要堅持一個公平善良的策略 我們擁有的朋友數量變少了 僅次而已 我認真推薦羅伯特D 帕特南 2000年的書獨自打爆林球 已經17年了 現在看來是有點過時 但書中的核心發現和教導 仍很受用 近期來看更是如此 非零合遊戲 雙贏 說來好笑 但我仍喜歡1989年的 與成功有約 尤其是習慣思考雙贏 因為和一般印象相反 拿出雙贏的解決方法是困難的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而且在情緒上更是極為痛苦 為什麼啊 感覺很多人都喜歡雙贏啊 感覺很多人都喜歡雙贏啊 嗯 進一步來說 我覺得文化裡預設 迪我分明的輸贏立場 不但是超捷徑 也是懶惰的方法 相當於行動主義者的垃圾食物 原來如此 我自己是 比較 比較喜歡那種 欸 離我不分明的 遊戲 就是他們的關係很複雜 好像每一邊 都有他的道理 而不是 單純的打壞人 我覺得Yuma這部分做出來的遊戲 會比較吸引我 地平線 其實剛開始有幾個任務 還蠻有那種感覺的 可是到後面就 慢慢美了 有點可惜 不過地平線的故事 也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 祖先在挖 地球的秘密的那個時候 那個 居然能夠想出這種方式 去拯救要毀滅了 地球 很厲害 不過 我還是更喜歡像 暗龍紀元那樣子 有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 想法的人 衝突的 那種故事 然後不一定誰是 正確的 根據玩家的選擇 他會影響到 不一樣的結果 我還是更愛這種遊戲 言歸正傳 說真的 我堅信雙贏 非零和 是我們迫切需要的 在我們的個人 生活 身外活動 和 特別是政治生活中 模仿咪 就像模仿毛的原名是 以牙還牙 模仿咪的原名是 Tit for two tits 同樣的規則 合作 直到其他玩家連續 遊戲中欺騙兩次 以牙還牙 還有其他 種寬容的變種 像是慷慨的以牙還牙 它的規則類似 但有點不同 合作 但當玩家 欺騙 會有X%幾率以往 這個 根據這個變數X的設計 可以讓你設定不同玩家的 寬數程度 好像也蠻有趣的 少根筋 也被稱為 巴夫洛夫 或稱為 Win stay lose shift 我先合作 如果 也合作 你如果也合作 我會重複自己上一步的選擇 即便是意外也一樣 如果你欺騙 我會做出跟上一步的選擇 相反的選擇 犯錯了也一樣 其實這個 這個小根筋啊 我後來想想 它有一點點 像是 不關注周圍 它只關注著它自己 所以它沒有辦法 去理解到 為什麼 它現在做這件事情 會讓對方 跟自己合作 或者是 會讓對方欺騙自己 它覺得 一切都跟它自己的選擇有關 所以 它只會在它 輸的時候 也就是說 它被欺騙的時候 認為 是我自己的錯 一定是我的錯 所以我應該換一個方法 其實 其實 其實這樣搞清楚 它的 它的作為之後 我覺得 我可能有點少跟筋 我經常都是 這樣 就 如果覺得這樣不行 我就先換一個方法 試試再說 我 誰 這可能是我吧 以後要當個模仿 媒體越來越發達 卻也給人們帶來更多誤解 我今年二十多歲 但不知道為何 卻總聽起來像個分世技術的老頭 無論如何 請參考 尼爾博茲曼1985年 娛樂致死一書 關於我們如何利用通訊科技 來塑造文化 媒體及訊息 資訊科技如何 偏向及時高速的訊息 1985年的電視 現在的社交媒體 以及我們如何變成平庸 短視近歷的思考者 雖然我不能同意 它書中的所有內容 在1985年代 來看的確是令人驚嚴 真的大開眼界 不過它對於芝麻煎肥魚的咆哮 倒是有點詭異 建立人際關係 努力尋求雙贏 溝通盡量清晰 這樣可以建議 看起來可能像居高靈下的說教 所以我就老實說吧 這些忠告我自己也沒有做到 我很不會交朋友 對方政治觀點和我不同時 尤其如此 我時不時會忘記雙贏 掉回頂我分明的看法裡 從這篇雜欄無章的文字 也可以看出 我離清晰溝通還差得遠 不過我想變得更好 這個很難 要由下而上 建設出世界的和平與信任 很難 就因為這樣才值得愛心 好我想我們這次信任的演化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訂閱星導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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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